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每天发酵制作240吨有机的栽培机制 每天有12辆6吨装的货车运往全国各地 这里只种植一种蘑菇 它叫双包菇 它的品质非常棒 像水果一样 摘下来就可以生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些国家也会选择这种蘑菇 在店里也会选择这种蘑菇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种栽培机制作为世界平坦的货车运量 这儿的双包菇不仅能生吃 而且它的产量大的惊人 每天这个蘑菇工厂里就能够长出80吨的双包菇 创造这个高产数字的人 名叫黄建光 现年60岁的黄建光 从20多岁就开始痴迷蘑菇事业 他在蘑菇加工领域里 一干就是30多年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可能是人的爱好 喜欢做我的事情的话 我就坚持要去做 我从来没有做到别的 就是做这些蘑菇 蘑菇是我的非常爱好的一个东西 从前黄建光做蘑菇加工出口 他的产品主要以双包菇为主 每年都加工生产几万吨的蘑菇罐头 出口到欧洲 北美等各大市场 那双包菇的画面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因为你看看在美国的画面 凭人精啊 年轻会大概四蹦左右 你用这个数字就不得了 以前黄建光只是做蘑菇加工 他所有的蘑菇原料 都得从别人那里收购 蘑菇品质的好坏都掌握在别人手中 经常会因为品质参差不齐 出现货源短缺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走到工业化种植的方面 什么都保证不了 于是黄建光决心转型 自己建工厂种蘑菇 非常了解蘑菇的黄建光知道 种双包菇最重要的原料是麦结杆 而江苏省灌南县属于江淮平原 是小麦的主产区 下收后有的是麦结杆 2010年 已经55岁的黄建光 压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和几个朋友合伙 他们从荷兰引进了 先进的蘑菇生产设备和工艺 在灌南县建起了 现代化的蘑菇生产工厂 黄建光是一个做事情 非常较真的人 对工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 苛刻到了让人不可理解的地步 不符合标准的车间 宁可拆掉重座 也不急地去生产蘑菇 光是设备的安装调试 他们就花了四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看过 那个黄建光是不是头脑有膨胀 是不是头脑有问题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的方面 但是我跟你说 我对所有的整个蘑菇的种植的 这一块方面 我感觉还是比较自信 对不对 我的定位方面 我是要坚持要走下去 2014年底 调试好设备后 他们开始示众第一批双胞菇 第一潮小菇垒出土了 大家都非常兴奋 这对于投入全部身家的黄建光来说 更是无比珍贵 他满怀希望 期待着三天后的收获 可是三天后 当他们推开门时 惊呆了 蘑菇一长出来之后 风涨 一打开门 一看那个满架子 全都是蘑菇 长得密密麻麻的 当时头就大了 说这个怎么办 都挤在一起了 那蘑菇长得密密麻麻 但是根本根本是采不过来 天天加班嘛 就从早上七点钟 采到第二天早上都是一两点钟 采一采不过来 很忙的 很累 双苞菇最好的品质和营养 就在三点五到六厘米的时候 双苞菇出得太多 太密 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它们就会互相挤压 还会开散 黄建光知道 如果双苞菇都长成这样 不但挣不到钱 还会赔钱 设备调试好了 它种的双苞菇却疯长 黄建光琢磨着 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出在培养料上呢 目前咱们国内 使用菌种植用的原料发酵技术 基本上 只有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 黄建光的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 也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因为用机械化作业 大大缩短了发酵时间和利用率 传统发酵培养料 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现在 它们用十二天左右就能够完成 原先做一吨培养料 只能种出一百多公斤双苞菇 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 而在黄建光他们这里 一吨料就能够生产出 三百到四百公斤左右的双苞菇 一年可以种八季 如果说像我们一年将近做将近十万的堆料 用传统工艺来做将近一万个人 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 而像我们现在这个一次发酵 然后我们只需要七个人 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了 除此之外 黄建光比别人多了一次发酵功力 他们最耀眼的是第三次发酵 因为我开始从原料 从堆料开始控制 开始的方面 现在你这个蒙古想要做好 堆料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 堆料的方面 你堆的好多方面 随便给它们在地下 它也长蒙古 这第三次发酵的过程 被他们称为是集中养去人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蘑菇堆料 进行三次发酵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宽四米 高四点五米 但是它的长度将近有四十三米至少 所以我们又称为它叫做发酵隧道 这个发酵隧道呢 我们可以堆放将近两百四十吨左右的堆料 如果说用火车来拉 至少需要三节火车比 才能把它拉走 第三次发酵 就是把经过一次发酵 和二次发酵的培养料 运送到另外一个发酵隧道 在往隧道进掉的同时 拌入双包箍军中 然后用折叠式填料机 把它们均匀地喷洒到隧道里去 填料机一边喷料 一边向后折叠后退 这样就能够均匀地铺满隧道 在这个密闭的隧道里 温度控制在只适合菌种生长的二十五摄氏度 菌种和发酵料一起 要在这个隧道里封闭地待上十五天 在整个三次发酵大概十五天到二十天这个过程中 那么我们蘑菇的菌丝就完全在我们的营养丰富的培养机上 已经全部定制 然后吸收了所有营养 那第一个等它出来的时候就像人一样身体比较壮 那别的其他的杂菌就不容易侵害它 传统双包菇种植 都是把发酵料铺到菇床上 再撒上菌种 让菌种在菇床上开始生长 需要三十五天后才会出菇 时间越长 病菌感染的几率就越大 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第三次发酵 看起来是多了道工序 多用了十五天时间 但是菌种已经在隧道中完成了发酵过程 他们把料堆作为营养不断地壮大自己的身体 快速生长 不停地让菌丝蔓延生长到料堆里的每一根纤维里 上菇床后十八天就能够出菇 不过要让菇垒长出来 培养料上菇床的同时 要盖上一床黑黑的草碳土 蘑菇的话你如果不附土 它就一直在里面长 一直吸收营养 但它不会长出一粒蘑菇出来 跟土在一起呢 它有一个奇妙的反应 那就是我要长出一个蘑菇来了 这床黑黑的草碳土 不但能让蘑菇出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储存蘑菇生长所需要的水分 这个就是他们说的给蘑菇盖被子就这个意思 这个吸水力非常强 里面含有很多水 因为它这个草碳土里面有这种纤维结构嘛 像海绵一样的 吸水力非常强 你可以用手捏一下 这个就很多水出来 像海绵一样的 很多水出来 对 你一松手它这个水又吸回去 这有点像捏泥仁的那水的 那个泥的软的程度 只能捏一下 这指红里头能看到水 对 这很多水 你这样一捏 这指红当中就有很多水 看到没 疯长的双包菇 让黄建光蒙了 它原来设想 有了经过三次发酵后的培养量 双包菇应该是一茬一茬长大 可没有想到它们竟然一起长了出来 通过观察它们发现 蘑菇生长密度过大 是跟菇房中的温度控制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白蘑菇嘛 是第一次种 那我们当时很担心 就是说种不出来 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气候控制嘛 就是说温度啊 湿度啊这样 降得非常快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什么呢 同时起来的 一天就起来了 这个菇里就是起来很多嘛 到时候它们踩的时候 就发现说满窗都是那茬 双包菇最适合的生长温度 是18摄氏度到22摄氏度 对水质空气要求也很高 所以菇房全部实现智能化控制 保证菇房恒温恒湿 最开始温度要控制在22摄氏度 当菇丝长到附图表面来了以后 就要慢慢的降温度 来刺激小菇雷长出来 可是技术员没有经验 总担心蘑菇出不来 所以温度湿度降的比较快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就是整个控制嘛 太剧烈了 因为我们这个温度嘛 是从比如说22度降到17度 就花了五天时间 蘑菇有一个特性 当外部环境温度发生明显变化时 菇丝很快敏感地察觉到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危险来了 得保留下自己的后代 于是菇丝们开始往上面的土里长 然后出雷 长大 人工降低温度 就是按照蘑菇的这个特性 来刺激菌丝生长 缓慢降低温度 是为了让蘑菇有层次的分批出生 而温度降得太快 蘑菇感到不舒服 就会长得非常快 工人从上踩到下 踩完一看 上面的又长出大的了 还必须得马上踩 不踩 这蘑菇的品质就会受影响 按照黄建光他们的计划 每铺一次培养料 要出三茬菇 每茬出菇的采摘75天 降温太快 每茬出五天的菇垒 都挤在一起出来了 他们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一天就能长大一倍 地方就这么大 全挤在一起 这蘑菇的品质还能好吗 整个蘑菇嘛 是同时起来的 同时起来的 这个蘑菇就是说 它这个高低层次没有 被迫就是说 他们采菇的嘛 就是说同一天 一天就把它采完 你不采 它跟蘑菇之间就几遍形了 这样可不行 得让它们分批长大 既然蘑菇生长速度快 就得给它降速 他们请来荷兰的技术专家 对温湿度控制系统 进行重新设定 每个小时降温 不能超过0.03度 这样降温的过程 就拉长到七天 缓慢的降温 让先涨到腹土上的菇丝 受到冷刺激 接触小菇来 一段时间后 盖着厚厚土被子的菇丝 也逐渐感觉到冷的刺激 才如同被唤醒一般 开始往上生长 然后除菇 越往下 菇丝感觉到冷刺激的时间 就越晚 这就达到了 让蘑菇们 有藏刺出菇的目的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有白的地方 这个就是菇丝了 然后我们就是 会让它 整个床面就是 一半黑一半白的时候 就让这个菇丝倒下来 菇丝一倒下来了 它就会开始扭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 有这个小菇流出来 在精确的温度变化下 蘑菇开始了 奇妙的生命旅程 第六天 床面上就能看见 毛茸茸的菇丝 第十一天 菇丝完全贴满了床面 这时 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低 菇丝们 开始互相扭在一起 第十三天 扭结在一起的菇丝 凝结变成了米粒般大小的白点 它们的生长速度 快得惊人 双苞菇从初步生长到能够采摘 仅仅需要十八天 像我们这种床家种植的话 它的蘑菇可以比这种 其他的方式的话 要长得快很多 一般的话差不多要快一倍的时间 你像打比方说 像我们这一粒蘑菇的话 它每个小时 它就会长4% 那所以说它一天的话 差不多就要翻一倍了 所以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蘑菇 大概明天的话 就会长得这么大 那像这个蘑菇的话 明天大概可能就要长这么大了 所以我们的工人就要 及时的按照那个 我们的标准要及时采摘 要不然的话就长得满满的 工人就忙不过来了 菇床上的美匹培养基 一般只采摘前三产双苞菇 尽管还可以长出第四产 甚至第五产双苞菇 但是产菇率越往后越少 而且养分也少 所以为了保证品质 它们一般只采摘前三产双苞菇 每平方米菇床 即可以收获30到35公斤的蘑菇 这样的一间菇房 就能够生产出30多吨的双苞菇 每一次采摘完 必须清理菇床 然后给菇床喷一次水 水能够保证菇的生长需要 还能通过蒸腾作用 把培养基中的营养带到蘑菇里 当床上的草碳土吸足了水分 对料中的菌丝 如同得到召唤 可以出菇了 两天后 又一批小菇来 悄悄地探出了头 有层次的长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有层次的来摘 刚好把大的摘完以后 第二天让中的长起来 中的摘完以后 小的从缝里面 这些小的又长起来 这样你看我们现在的工人 就踩起来就很优雅了 差不多从早上开始 踩个四五遍 刚好到晚上四五点钟 踩完了 几个月以后 就在黄建光期待着 更大的收获时 没想到 菇房中的蘑菇出问题了 洁白的蘑菇上 出现了黄斑 黄斑是一种 叫做甲丹包杆菌的杂菌 他们喜欢依附在双包菇上生长 黄建光他们生产的是有机蘑菇 不能用药 也不能用手摘除 因为一个真菌 可以产生上千万个包子 他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摘的时候 就会把包子触碰到空气和土壤中 他们的出菇房里 空气是循环的 处理不当 一天的时间 就会在整间菇房扩散开来 如果你踩到 其他这个框子里面去 它很快传播开了 可能我整个公司 都会传播开来 于是他们采用物理方法进行处理 加一层纸 盖一层盐 用渗透压原理 让有黄斑的蘑菇脱水枯萎 同时消灭周边土壤里潜伏的病菌 可因为感染面积大 盐根本挡不住病菌扩散 长黄斑的双包菇越来越多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 黄浅光只能忍痛 让工人用高温蒸汽 把所有的蘑菇 全部清理掉 一个房间经常都有 所以我们就必须就是用蒸汽 通蒸汽通到七十度八十度 把整个房间全部彻底消毒 就在大家以为 这蘑菇出现病害是偶然事件事 另外两间菇房中的双包菇 也截二连三地出现黄斑病的情况 这可急坏了黄建光 他们排查来排查去 堆料 菌种都经过了高温杀菌 外来的只有水 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水上 经过检测 确实是水源出了问题 他们种植双包菇用的水 是工厂外面的河水 刚开始生产时是冬天 当地温度低于零摄氏度 冬天的河水没有问题 可是到了夏天 河水中的有机物和杂菌就多了 虽然都是菌类 但是一点点杂菌 就会让这些辛辛苦苦种出的双包菇 毁于一旦 要种出好菇 必须让他们喝上干净水 于是他们花费了一千多万元 建立了净水处理厂 加强了对于水质的定期检测 让双包菇喝上了纯净水 你看看我的景色比棉花还白 所以我跟你说 我做起来就是好 我有时候我经常在开玩笑 如果说一句话 我的一罐的蘑菇都会没有 如果给我降车都会 一点农产都会 全部给我倒掉 黄建光对自己生产出的双包菇 是信心满满 他们的蘑菇工厂 一年可以种出八剂双包菇 因为品质好 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大部分产品直接销往上海 北京 杭州 广州等城市 蘑菇工厂 正在用科技 为全国百姓 打造放心的菜篮子 这种智能化 规模化 机械化的生产方式 推动着我国 食用菌产业的不断发展 使得我国从生产大国 向着生产强国迈进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什么东西能瞬间 把温度降到零下 197摄氏度 为啥以前梨园里 不能只中一个品种 对 就是没有梨的 没有彩量 梨花开瘦粉忙 到底有多忙 瘦粉难的问题 又是如何解决的 科技院 下期讲述 未经许可不或许可不可以 为了 非常享受 而且 对